老板要一份拉斯藕粉 好嘞 8块钱一份 好 一份 这个是藕粉 这不是牛奶 不是牛奶 就是莲藕 莲藕浆 这样5勺 是一份 倒上滚开的热水 热水一定要滚 就这样 然后通一冲 烫一烫 然后它就变成了这种 粘稠的感觉 这个在行业里边叫什么 这专业的叫糊话 然后一定要把藕粉彻底的给打散 里边不能带白 带白证明藕粉还没熟 这样彻底熟透就OK了 加上各种小料 瘦可以变丑吗 像你有可能 现在顾客真刁钻 然后这个是一米 然后这个是脆枣 然后给你加点这个 这个我不要 加了 送了 免费送了 不要紧 然后这个是花生 这个是瓜子 瓜子要吗 瓜子多来点 多来点 可以的 再来一勺 这个是脆米 就是炸的大米粒 这个是桂花 桂花不能加多 加一点点 好了 桂花贵是吧 70多块钱一斤吧 这个是山楂 这个便宜要多加点吗 不要了 这个不要 这个多来点 葡萄汤 这个我知道 这个挺贵的 两勺 这个是黑白芝麻 必须是黑白的 两种 吃了对头发好 我看你小伙子头发不多 大葱和辣椒要不要 要 好来 加点大葱 加点辣椒 辣椒我不要 送的送的送的行吧 送送送免费免费 真的炙头发吗 这个是混合味 就是复合的带辣椒口味的这个莲子 莲子羹 超棒的 吃完长头发 吃完长头发 对头发特别好 特别像你这种年轻人 吃了对智慧特别好 知道吧 你看就这样 红红的拉丝 一定要就是这种 能拉出丝的感觉 你知道吧 就这样一碗 只要8块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不好吃还免费 一定要这样 拉出丝来 你看这丝可不可以 可以 更长吧 拉的可长了 拉的可长了吧 效果还可以吧 正好一碗 8块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正好一碗 对这个是年轻人熬夜必备 好来吧 好谢谢 好